高筒 Converse 涼鞋 喂 戰靴是不是 英雄聯盟的裝備你知道 防御加50 好數加30 我覺得穿透有加20 最醜鞋款大集合 這個昨天我不知道是誰想的吧 因為就是我 我就覺得世界上真的有太多醜鞋子了 我覺得正在我們自己是賣家的身分 如果我們自己都敢講醜鞋 我們如果說醜真的醜 真的醜 對 是可以大家拿出來說嘴一下 但是我覺得每一手這種東西 反正就見了現實 我們等一下就留給觀眾們 來跟我們一起評選 那我們先來看囉 第一雙就是 登登 號稱秘籍口居震的 Nike 的720 ISPA 系列的 對對對 我記得這雙剛說的時候 你有誇他 對因為當初 其實ISPA 系列的鞋子 我都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ISPA 算是Nike 的一個很特別的支線 它有比較多強烈的設計感 跟把一些機能自己融入在鞋子中 欸哈囉 請問你是哪位來賓啊 這裡是最臭的地方 所以之前他說的系列 其實我都很關注 因為我自己就入手了兩雙嘛 對 但是這一雙出來的時候 我想說哇 C20耶 號稱最後系列 然後結果 它的疊照一發 都 我真的不行 我一看到這雙鞋 我都想到 臉偶吐 我懂我懂我懂 他這個真的不好看欸 我覺得有密集恐懼症的人會怕 我覺得它的設計非常的 前衛 哈哈哈哈 我試圖也太不行了啦 其實不得不講 ISPA 那時候在店內 我們有推薦給客人過 它是真的舒適 然後它的造型也以前衛著稱 可是它的洞洞是有 沒有機能 沒有機能性嗎 它就是橡膠圈 外型 對 這樣是不是有一點點 跟草間名聲聯名團 哈哈哈哈 你這樣提草間名聲欸 欸你瞬間把它拉 就這樣 突然覺得好好看 哈哈哈哈 這個在以你閱歷這麼多雙鞋 你有看過類似這樣的設計嗎 沒有 真的沒有 連它都 輕樣了 但因為我也不知道 這雙鞋跟ISPA系列 所以它是比較久以前的款式 它是大概19年的鞋款 這蠻新的欸 它的銷量應該是沒有很好吧 沒有多久就進outlet啦 哈哈哈哈 可是我要講 單純以設計性的話 真的很新潮跟很纖維 如果說你很追求這種的話 我覺得 手指針穿上去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這也有可能是因為它太過於前衛 也許2030年我們會懂它吧 喔美麗 可能是嗎 因為很多鞋員都是過了好幾年之後 現在又在復刻 我們就覺得它很時髦啊 包括Push去那一雙 對對對 那也是很久以前出的款式 所以 在美學方面我只能說 再加油 哈哈哈哈 好那我們緊接著來看第二雙啦 如果剛剛前面那一雙 大家就已經這麼激烈 我覺得第二雙 你們應該會更激動 這雙是15年的時候 Nike 跟 Mark Newson 聯名的 Vetachika 它是俄羅斯文真的 Vetachika 應該是這麼唸啦 來大家看一下喔 3 2 1 我覺得 I don't like it 欸 它好像 它很像那個 小朋友很喜歡穿的那種 步行鞋 可是我覺得它更像 大人愛穿的步行鞋 上面有很多洞 不愛穿襪子 可以攻擊嗎 可是很多人買的 聽說是很舒服啦 但看上去就是有一種 很不正式不正式 你感覺為什麼 老妹 我從來沒有穿過這樣的鞋 而且它是一體成型的嗎 對 它當初它這個 聯名的設計師 它其實在工業界 它非常的有名 然後當初 Nike 在2015年的時候 就找它在 聯名這雙鞋 然後它其實是 睽違十年之後 再重新再推出的 然後它這雙鞋 它的靈感方向 是來自外太空 到浩瀚與眾 跟太空人 它在太空裡面穿這種 太空漫步的感覺 所以其實它的創作理念 會比較前衛 跟網家太空 那種無重力的感覺 無靈角的那種方式 對 它的確是非常的未來感 但是它要嘛就出銀色 或金色 太空感這樣子 對 真的這種未來科技的感覺 但是橘色 綠色 藍色 我覺得實在是 太廉價了 還有一個很爭鑼的點 它當初上市的時候 定價是300美元 這麼貴 第三雙就是我們的 高筒Converse 涼血 What 所以你們發現 它的Model沒有一個露臉 Model自己本身也不敢露臉 你找圖找蠻幸福的 真的 真的 不是 你不覺得嗎 它要嘛就高筒 要嘛就涼血 這樣到底是高筒還是涼血 它應該是想要學 有一陣子女生很流行 羅馬涼血 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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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裡面還會再 搭一個九分的內搭褲 喔 鬆拼拼 而且女生愛看男生的手指 那男生其實愛看女生的腳趾 對 有嗎 你有在愛看腳趾 我沒有愛看腳趾 你有在愛吃腳趾嗎 那本來要配生薑喔 我不喜歡看到女生的 小拇指的指甲 有一點灰指甲 但是又要在上指甲油 你看得好 detail喔 有一點蝴蝶忍的感覺 蝴蝶忍 其實穿到cosplay的場合 博引男者的鞋 也是把這裡包好吧 對啊 他們會穿分指甲油 他們會穿分指甲油 對 他們會穿分指甲油 如果穿這塊我就不敢去干涉 哈哈哈哈 你也會怕的除非 我也會怕 是棟寶團頂跟Cosplay 就是我最怕的 真的真的 你是女生你穿嗎 我不穿啊 我沒有在愛良鞋子這件事 喔 因為我也是覺得 女生要露腳趾 腳趾要漂亮 而且一定要乾淨 而且我覺得會選擇這雙鞋 應該大概14歲 13歲 真的想要求新求變 你會去那種 例如說像我台中人嘛 就是一中街 會有那種一件衣服 150塊或50塊的那種店 會有賣鏈子啊什麼的 你那個時期包包會背很長 上面還會掛一個布偶 那個套 好貼切喔 好貼切喔 在學校會有兩三個肝弟弟妹 絕對會有肝弟肝弟 肝弟肝弟是絕對必好 然後你會穿那個粉紅色羽絨 跟假的皮草 哇塞 就是那個年代會有的這雙鞋 很燥欸很燥 我想外面應該就叫妹妹吧 妹妹 你還要再拆鞋帶還是要再穿高童 你又沒有良鞋的機能性 然後你同時雅肩之外 對喔 他不能直接套欸 對 而且你想想看 他有時候鞋帶掉了的話 會卡 卡在你的腳縫 不行不行 下一雙 VILA這雙鞋 我認為不是說直接醜 而是不對的人穿 我覺得他已經算是 粗腿細腿的女生 都可以駕馭的事情 對 但是我曾經有遇過 就是有人稍稍忽略自己的重量 然後穿下去之後 已經把鞠齒往下 你說鞠齒撐得很遠 那很多穿R&D的人 他的三角形也快變平行式 有一點預曲 對 VILA這件事 柏燒應該沒有辦法理解 VILA GIRL VILA GIRL 對 我就是看過類似像柏燒剛剛的形容 就是他是搭熱褲 可是他本身的狀態 搭熱褲起來 會讓我滿熱的那種感覺 他應該也算是被毀掉的行 對 那一上我跟你講 精彩的嗎 是我找的 我真心覺得醜 我真心覺得不行 我曾經已經跟你們大家暗示過很多次了 有些東西男生你就是不懂女生 你不要去碰女生的東西 還有有些品牌 你就不要想要搞什麼跨領域這種事情 No way 這個品牌完完全全沒有把你的話聽進去 這個品牌一直不聽我的話 到底是哪一牌呢 1 2 3 JORDAN JORDAN完了 你還要丟一點 請問一下女鞋頭 我記得他真的有出過這個吧 他還有270喔 還有Air Force的這種高跟鞋的款式 他實在是出很多這種款式 你知道這一雙 我會在哪裡看到嗎 英雄聯盟 戰靴 英雄聯盟的裝備你知道 防御加50 跑數加30 好自然 我覺得穿透有加20 雖然啊 該有的都有 防水灘 也算是酒杯跟啦 高度也是有的 可是 他真的夠醜吧 不是我自己一廂情願 那我要幫他講話 來來 但是如果你加 有一雙放來當中飾品 喔 雪 這家也太醜了吧 沒有還是一個單品 就放在那邊 我會覺得 男鞋就是男鞋 專門給女生穿的東西 要結合 就是你要把有一些元素拿掉 但是他把太多東西 集合在這邊 但剛剛看完所有鞋管之後 宣娥立刻追加一條 他近期覺得 他最母湯的鞋子 就是 BZ的涼鞋系列 這雙鞋是你在採購的時候 一度頭疼的那個鞋管 他算是近期 而是蠻紅的 畢竟是BZ系列的這樣 但是他一出來 我就完全很料棒 他是一體成型的涼鞋嗎 而且我覺得他造型太強 你去網路上找很多看起來 很好看的照片 他有那雙鞋就是很醜 BZ近期啊 出蠻多這種鞋 不然380其實也是類似像這樣 可是 這是因為他衰弱的原因 這有言論 哇哇哇 這個如果要叫你來做穿搭 你有辦法演一這雙鞋嗎 我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 但這雙鞋我覺得 還大概看得出來 一點的時尚 前面幾雙的話 可能會比較想要買的是這雙 不是因為他是Easy 如果你知道Easy 這個品牌真正的樣貌 你就會覺得 他好像是好搭的 因為他可能都是 這種顏色的T恤 搭配起來一整身 也許就不會這麼脫 以上呢就是我們七雙最醜的鞋款 但是當然我相信球鞋白白種 大家一定心目中有各自不同的答案 也有可能你覺得 今天介紹的裡面 其實很好看 對你覺得很好看 也不一定 那兩款應該不會有人覺得 欸 白白種人都有